一個大媒體大亨做這些事情實在不入閣 更不配做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 趙超康先生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到國任面前講說 我絕對沒有拿 或者是他的好朋友王建軒可以幫他說一句話說 當時絕對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王建軒是一個牧師他不能說謊 所以王建軒當然不能替他背書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些質疑 那依據這些質疑他 向我們提告甚至告林官說說看那些製作的小朋友 那真的是一個大媒體大亨做這些事情 實在不入閣更不配做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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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